大家好,我是平安 欢迎来到这个通过改变生活中的细节和思维方式 来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通过磁场的改变来改善你命运的频道 节目里所有的方法和行为 都是需要通过一段长期能量积累的时间才会有回馈 如果你喜欢的可以订阅转播还有点击小铃铛 今天的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万能钥匙的第七章节 我们来设想一下美丽的精神图景 让它清晰完美明确 牢牢的把握它方法和手段就会随之而来 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吸引力法则的左右 这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世世代代的人们都相信某种不可见的力量 万物都是借助并通过这种力量被创造出来 并且不断的循环在身 我们把这种力量去人格化称之为上帝 或者认为它是一种神灵 充满着万有 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结果都是一样的 它能够并且的确是借助人类心智 所想象不到的方法来实现它的目的 因此呢 你有权做出选择 是依靠人类妙物摆出 有限可怜的意志呢 还是利用潜意识来开发出无限的潜能 接下来的一章呢就是这样对这种神奇力量的科学参数 只要你有一颗理解赞赏并认同的心 这种神奇的力量就会尽在你的掌握之中 视觉化就是创造精神图景的过程 这种精神图景就是一种担当凡事的模型 你的未来将会从这一范式中脱颖而出 设法让精神图景变得清晰美好 不要萎缩 设想一个宏大的图景 请记住除了你自己 没有任何人能限制你 成本或材料也不会对你形成限制 你从无限中吸取能量 在想象中构建它 要想让它在其他地方实现 必须先让它在你的精神图景中形成 让这幅图景清晰透亮 轮廓鲜明 让它在你的心中生根 你就必须逐步的不断的 使它与你的距离日近一日 你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这是又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事实 但是很不幸 仅仅是因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对你的心灵毫无帮助 甚至全无异于描画你的心灵图景 更不必说实现它了 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劳作艰辛的精神劳作 而我们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努力 第一步是理想化 这同样是最重要的一步 因为无论你要建设什么 你总要在计划的基础上建造 理想必须坚实 必须持久 当建筑师计划建筑一个30层的高楼时 他预先在心中描画好了每一个细条和细节 当工程师计划挖一个深邃时 他首先要确定成千上万个不同部分所需要的力量 他们每走一步都看到了最终 在脑海中描画你想要的事物也是如此 你在播种 但是在播撒任何总值以前 你一定要知道将来要收获什么 这就是理想化的过程 如果你不能确定 那么回到你的座位上 日夜思考 直到这幅画面清晰明了为止 它将一步步展开 首先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总体规划 但是已经成型 轮廓已经出现 蓄而是细节 然后你有能力会一步一步的增长 直到你能够仔细的阐述你的计划 最终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实现 你将会明白未来为你准备了什么 下一个步骤是视觉化的过程 你应该看到一个越来越完备的画面 你能够看到细节 当细节在你面前展开 随之而来的是实现它的方法和步骤 一环扣一环 思想引发行动 行动产生方法 方法带来朋友 而朋友会改变你的境遇 到最后第三步 也就是物质化将会大功告成 我们都知道宇宙在成为实体之前 必定已经在理念中形成 如果我们愿意沿着这条伟大的宇宙建筑师的道路 前行我们将会发现 我们的思想成形与宇宙的物质成形 颇有相似之处 通过这个运转的精神与宇宙精神是同一的 这种类在性质上都是无差别 唯一的差异 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建筑师视觉化他的建筑 他的脑海中的建筑就是他所希望的样子 他的思想是一个可树的模具 这个建筑最终就是从这个模具中诞生的 不管是高楼华夏 还是低短平房 是美轮美奂还是平淡朴素 他的想象必定首先落实在纸面上 最终才能利用必要的物质材料 构成一座完善的建筑 发明家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的理念视觉化 比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尼古拉泰斯拉 他拥有神奇的天赋创造了最令人嘖嘖称奇的神话 他在实际创造之前把它们具体化 然后再耗用精力的去改正缺陷 他首先在想象中逐步建立起理念 使它成为一副精神图画 然后在脑海中重逐改进 他在电子实验者中写道 用这种方法我将以迅速提高 并完善一种想法 而不需要碰任何事物 当我前行到这种地步设计出来 我所想要的 所想改进的方式 看不出任何的披露的时候 我才让头脑中的产物具体成型 我设计制作的产品 最终是我与所设想的一模一样 二十年来无一例外 你可以有意识地循着这一方向 你将发展出信念 这种信念就是无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具体 你将发现出自信 这是一种带来毅力和能力的自信 你将发展出集中意念的力量 它使你能够排除一切扎念 把思想集中在于目标 相联系的一切事物上 有一条这样的规律 思想能够在形态上表现出来 只有那些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平凡的思想者的人 才能够取得大师的地位 只有不断地在头脑中重复这个图景 它才能够获得清晰无误 每一次重复的过程都会使图像比先前更加的清晰明确 而图像清晰明确的程度 与它在外在世界中展示而成正比 你必须在你的心灵 也就是在内在世界中牢牢地把握它 直到它在外在世界中成形 即使是在精神世界中 要想构造出有价值的产物 也需要合适的材料 当你有了材料以后 才能建筑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这种材料将由数百万默默劳作的精神建筑工人运送过来 使之筑成你心灵中的图景 你想想看 你拥有数以千计的精神建筑工 他们做好了准备 时刻的待命 他们的名字就是脑细胞 除此之外 还有至少是同等数量的预备力量 他们正在随时待命 哪怕是出于最微不足道的需要 你的思考能力无边无据 你意味着你的实践能力也无边无际 足以让你创造出一切 你自己渴望拥有的外部环境 除了大脑中的这些精神建筑工人之外 你的体内其他部分也有数以亿万计的精神建筑工 他们每一位都有足够的智慧去领悟 并作用于所接收到的信息或建议 这些细胞不停地创造并塑造着身体 而除此之外 他们还能够进行一种精神活动 把进一步完善所需要的物质 离聚到自己身边 各种形态的生命是怎样为自己的成长 垄居所需的物质 他们的这种行为也遵循同样的法则 采用同样的方式 橡树 玫瑰 百合 他们的完美表达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材料 而他们仅仅是默默无语的需求 就获得了引力法则的允许 这也正是你获得所需材料的最可靠的途径 设想一副精神图景 它是清晰 完美 明确 牢牢地把握它 方法和手段全随之而来 供应紧接着需求 你将受到质疑 在正确的时间 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 真诚的愿望 你将带来自信的预期 而这些反过来 又会由于坚定的渴求 而一步一步地增强 这三者必将带来成就的辉煌 因为内心的愿望是感觉 自信的预期是想法 而坚定的渴求是意志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感觉为想法赋予活力 而意志使之坚定不已 只致生长法则 便愿景成为现实 人的内心之中 拥有这样巨大的力量 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而他自己对此却蒙然无知 这难道不令人惊悍吗 总有人教导我们 从外在世界中寻求力量和能力 这不是很光妙吗 他们教我们从内心以外的各个角落 寻找力量 而这种力量 一旦从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 他们又会告诉我们 这是超自然的神话 有许多人认识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 认真负责地努力去获取健康 力量及其他外部条件 但似乎没有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能力 让这一法则很好的运作 在这些情况下 几乎所有的困难 都是因为他们在和外部打交道 他们希望得到金钱 权力 健康 富足 却不知道这些都是果 只有当我们找到了因的时候 果才能水到其成 那些不把目光专注于外部世界的人 他们只想寻求真理 只想寻求智慧 而智慧就赐予他们 力量的源泉就会向他们敞开 他们会发现智慧在他们和想法的目标中 展现出来 最终为他们创造出自己所渴望的外在境遇 这一真理表现在高贵的目标和勇敢的行动中 别去想外部环境 让我们仅仅设想蓝图 让我们的内在世界充满风扰 外在世界自然会表达彰显你在内在拥有的状态 你将认识到你所创造理想的力量 而这些理想最终将会投射在客观世界的结果中 比如一个人债务缠身 他就不停地想着他的债务 在这些债务上全神关注这些想法带来的结果是 他不仅把债务与自己捆得更紧 而且实际上也超支了更多的债务 他在应用引力法则 应用的结果司空见怪不可避免 却损者亦损 那么正确的原则是什么呢 答案是关注你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你不想要的东西 去想付诸的环境 去认知应用富裕法则的方法和计划 把富裕法则所创造的景况视觉化 这样这将使你实现富裕 如果说对于那些常态环抱着匮乏恐惧想法的人来说 引力法则必将带来穷途末了 匮乏缺乏的状况 那么同一法则对于那些在胸怀勇气和力量的人来说 也必将带来富裕丰饶的境况 这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 我们太过于忧虑 我们表现出来的也是忧虑恐惧悲愁 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像是一个孩子种下了一颗种子 每隔15分钟就要跑去看一看 松松土看看它是不是在长大 毫无疑问 在这种情况下 种子永远别想发芽生长 而这正是许许多多的人 在自己的世界中所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种下种子 让它不受干扰的成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抱手讨卧无所事事 我们要比以前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新的大门将为我们敞开 新的渠道将不断的出现 我们所需进行的一切 就是有一颗开放的心灵 应运而生 应时而动 思想的力量是获得知识的最终有力的手段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一个课题上 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 但是要想利用思想的力量 让它听从于你的指挥劳作是必不可少的 记住思想是火焰 它创造出真气推动财富的测轮 你在生活中遭遇的所有经历都取决于此 问你自己几个问题 并且虔诚地等待内心的回答 你是不是时常感觉到自我与你同在呢 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个自我 亦或者像大多数人一样随波逐流 记住 大多数永远是被引导的 他们重复被引导 当蒸汽机动力织布机 以及其他每一次技术进步和改良措施 被提出来的时候 躺避挡车激烈反响 正是这个大多数 你本周的练习是把你的一位朋友 在你的脑海中视觉化 直到你的头脑中清晰地出现他的形象 完全像你最近一次看到他的那样 那房子家具重复你对话的场景 最后看他的面旁 仔细地观察他 然后就某个有共同兴趣的话题 和他进行交谈 观看他的表情变化 看他的微笑 你能做到吗 好的 你没问题 然后呢 激起他的兴趣 告诉他一次历险的经历 看他的眼神中 闪烁着兴奋开心的光芒 你能做到吗 如果可以 那么你的想象力非常的棒 你正在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 记得哦 这种重复的练习和想象 要坚持一周 直到你清晰所有画面 如同现场一般 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